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9月10号2022年 今天也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中秋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月饼 我家里准备了月饼 我们家里准备了四种不同的月饼 大家知道我是上海人 第一个月饼 我是准备了是上海比较出名的鲜肉月饼 是一种咸的月饼 到了美国 我已经三十多年了 一直没有尝试去购买那些鲜肉月饼 因为在上海 鲜肉月饼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我非常担心 我去买了一些鲜肉月饼之后 味道和我小时候味道 香菜太大 会让我过于失望 最近有些老乡向我推荐 有一家 他的月饼做得非常非常和上海的 鲜肉月饼很像 昨天买了一盒 今天晚上我要尝试一下 第二种月饼是我自己做的 我每年基本都做 就是冰皮月饼 我的两个孩子比较喜欢 第三种 是一种比较新的 一种叫蛋黄酥月饼 这个我还没尝试过 我估计这个和上海的一些所谓的叫苏式月饼 就是苏州地区的一些月饼 苏皮月饼 比较相近 最后一种 当然也就是比较传统的 广式莲蓉蛋黄月饼 我不知道听众们 你们准备了怎么样的月饼 如果有些特殊的或者自制的 欢迎在下面留言区分享一下 在这里我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全家健健康康 团团圆圆 好 那么今天我要谈论的一个主题 就是新冠疫苗 因为新冠疫苗出来至今 各种各样的消息非常多 围绕着新冠疫苗的这个疑云 第一个就是有效性 到底是不是有效 然后对于各种变异 是不是有效 特别是对这次的 阿米克隆 是不是有效 那么到底是对于传染 阻隔是有效呢 还是对重症 就是住院 有效 那么这些问题 回答完之后 那么可以衍生到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说 要不要 每年打这个疫苗 还是要不要 打刚刚推出的二价疫苗 带着这个问题 我做了一些医学上的调查 那么你们也知道 我做这个视频至今 我做的所有东西都是希望有一些医学的论文 医学的评论 放在里面 以便于让大家区别出真消息和假消息 这次也是同样 我做了调查以后 发现了一篇非常能够回答我们这些问题的一份研究报告 因为过去的一些研究报告 对于这些确实是有一些阐述 但是一般有两个问题 第一 它可能不是在美国做的 可能在其他国家做的 第二 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美国做的那个 往往人数比较少 往往只是一个地区 所以无法大规模的 向我们描述 美国打了疫苗之后的疫情 获得有效性 而这篇文章我找到的 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篇文章是在JAMA 就是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也就是说美国医疗协会杂志里面 这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比较出名的一个医学杂志 在过去我也在这里面引用了好多他们的文章 而这篇文章是在9月8号 也就是两天之前刊登的 这篇文章他用了在美国13个州里面 250多个医院 一共覆盖了192509个新冠住院患者 他们的调查的时间是从2021年的1月份 一直到2022年的4月份 那么这个跨度基本上包含了 Alpha的变异 也就是1月份2021年的时候 然后包括了Delta的变异 那么基本上是2021年的7月份 然后又包含了奥米克隆的BA1和BA2 也就是说在2021年的12月份 一直到2022年的4月份这个阶段 所以它的跨度很大 所以我们可以进行各个变异效果的一个对比 他们的结论得出了五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 他们说如果没有注射疫苗的 对于奥米克隆以外的那些变异来说的话 如果没有注射疫苗 它比注射疫苗需要住院 也就是重症的概率增加了3.5倍 没有注射疫苗的和打了疫苗加强针的 相比的话 概率增加了17.7倍 在奥米克隆的情况之下 这个相差相对来说小一点点 那么没有注射疫苗和注射疫苗的 住院概率的增加是2.5倍 一个是从3.5倍降到了2.5倍 然后从加强症的角度 从17.7倍减到了10.5倍 不管怎么样 他们说都对于预防重症 预防住院 从数据上看都有好处 但是在奥米克隆的阶段 这个好处相对来说减少了 另外他们也发现 这么多住院患者里面 65岁老人住院的概率 要比普通人要高了很多 这个我们过去也看过了 那么我们把这些数据仔细的看一看 请看这三幅图 这三幅图是三个不同的年龄层 因为上一个视频我已经说过了 我比较喜欢不要单纯的分65岁以上 65岁以上 因为我们还需要看一个年龄层 就是50岁到65岁这个年龄层 因为这个往往是更年期 他们在生理上的变化 相对来说有点特殊性 而这篇文章很好 它就分成了这样的三个人群 第一个人群是18到49岁 相对来说年轻的人群 第二个是50到64岁 第三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从一月份开始 这第一条线从一月份开始 这上面最深蓝色的这条线 这个是没有打过疫苗的 然后下面那条黄色的 这个是打完两针疫苗的 然后到了10月份 就是2020年10月份的时候 它这条线就改了 这里后面变成灰色 为什么呢 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就可以打加强针了 所以它用不同颜色 其实这条线是一模一样的 这条黄色和灰色加在一起 就是只打过两针疫苗的人 然后下面一个浅蓝色的 是打过加强针的人 那么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从疫情刚刚开始 也就是说在7月之前 2021年7月之前 打过疫苗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感染性 不管哪个年龄层 但是Delta来了之后 就7月份Delta来了之后 我们看到打疫苗的 出现了一些上升 但是这个上升的幅度 绝对没有不打疫苗的这么高 我们也看到了 它是小幅浮动 但是等到了12月份的时候 奥米克隆来的时候 不打过疫苗的 甚至于打过加强针的 我们都看到都有上升 当然还是同样 比没有打过疫苗的 要低了很多 但是到了我们现在 接近于BA4和BA5的阶段 这三条线接近的程度 已经非常非常小了 那么也就是说 这些不管打了疫苗 还是打了加强针 到了奥米克隆的BA4 BA5的时候 对于防重症 防住院的效果 减低了非常多 那么大家可能有个疑问 就是说年轻人和老年人 看上去好像都是一样 我为什么说老人 好像比较容易住院 大家要仔细看一下这个图表 就是它旁边的标志 或者是标准是不一样的 像这条线 它是10万个里面10个人 那么也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点吧 这一点就是 打完两针疫苗之后 针对奥米克隆来说的话 它最高点 大概是10万个人 里面有12个人 需要住院 但是对于50到64岁 这个标准不一样 这是40人 那么也就是说 在10万个人里面 大概有30个人 需要住院 比这个要高了 到老人 645岁老人更加高了 这里是100为标准的了 那么也就是说 在10万个人里面 有100个人 可能需要住院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们的结论 就是对于住院来说的话 老人年纪越大 住院的概率越高 不管你是不是打过疫苗 这一点我们需要看去了 那么从这个数据的继续 我们分开来看的话 他们有另外一个表格 那么他把时间 从1月2021年到6月2021年 称之为Delta前的一个变异种阶段 然后7月2021年到12月2021年 属于Delta的阶段 然后最后是奥米克隆 就是1月2022年到4月2022年 这是奥米克隆阶段 那么我们不难看到 这个一行 这一行 是没打疫苗的 这个是打过疫苗的 这个是没有打加强针的 这个是打过加强针的 在Delta之前 我们很明显 你看这里是 4486人需要住院 这里才333人需要住院 那么打过疫苗的人 需要住院的比例才3.4% 那么很明显 在Delta之前 打过疫苗防重症的效果 是非常明显的 到Delta略微差了一点 到Delta的话 那么我们看到 他没有打过疫苗的住院概率 是73.3% 打了疫苗之后 住院的概率是26.7% 这个时候是可以打加强针了 那么我们再看回去 他在这里面 打过加强针的人 没有打加强针 加强针里面 没有打加强针的 453人需要住院 就是91.7% 而打过加强针 334亿论8.3% 那么也就是说 对Delta加强针的效果 是非常好的 但是在奥米克隆的时候 在奥米克隆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奥米克隆的时候 这里出现了一个反差 就是打过疫苗的 没有打过疫苗的 才873人 就是48.8%的人 需要住院 而打过疫苗的 1066人 51.2%的 需要住院 那么大家说 这是不是说明了 打疫苗的对奥米克隆 更加有害 其实不难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因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打完成基础疫苗 注射的 大概是在65% 那么从这个数字上来看的话 51.2% 还是低于65% 它只是说 就刚才我拿到图表来说的 告诉我们 打没打疫苗 两者之间的差异 已经变了非常非常小 那个时候就需要回去 看一看打加强针的一个问题 打加强针的 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打加强针的 需要住院在34.8% 但是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两个数字还是同样 变化并不是很大 这我估计就是为什么 FDA急急匆匆的 批准了 二架疫苗 针对BA4 BA5的 确实我上次诗评里面 讲得很清楚 针对二架疫苗 BA4 BA5的 那个疫苗 确实没有通过一个 完整的三期临床 为什么 其实在我们的 疫苗注射的一个历史上面 这是有惯例的 像我们打的流感疫苗 每年也是同样 因为他们使用了相同的技术 他们只要能显示出 他们的技术 是稳定的 所采用的 基因或者采用的方式 是安全的 FDA就可以批准 这是一个对于一个紧急的疫苗的 一个特殊的一个措施来的 当然大家一定会有疑问 就是说 嘿 这次我们使用的是 mRNA疫苗 一般的研究需要五年 现在我们才使用了 一年多 两年都不到 数据太少 这是我们一直担心的 一个问题 我当然知道 在网络上面有各种各样 对于疫苗的负面消息 但是在疫情至今 我从我的医院的临床的 当然我这数据很小 因为只是包括我的医院 几千人几万人而已 不能和全国相比 因为疫苗的副作用 或者疫苗的一些问题 需要住院的患者 远远少于新冠感染 需要住院的患者 当然是不是相信 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 是有这个方面的智慧的 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不强推 大家打疫苗 我只是想把数字 数据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根据自己的 个人的情况 就是是不是有基础疾病 年龄 进行一些判断 我比较赞成的 就是说每一年像流感一样 针对当时的 新冠的变异 出一个疫苗 是不是打疫苗 让大众 自己选择 除非一些特殊职业 像我这种医护人员 可能没有办法 但是对大部分的大众来说 我觉得应该以教育为主 敞开时 让大家做一个 科学的 合理的 一个选择 好了 那么今天的数据 就和大家分析完了 希望回答了一部分的问题 如果还有疑问 欢迎在下面提问 我愿意 尽自己所能 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 祝大家都健康 再次祝大家中秋愉快 谢谢